欢迎收听来人听书 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王子梦 这个公主也不例外 让我们走进公主的世界 聆听马西亚可瑞的 相信童话的公主 钻石 公主觉得 胃里像有一个奶油搅拌器 才快速翻搅 胸口似乎被一把鞋子紧紧夹住 维基歇斯底里的声音在他耳朵响起 公主开始觉得头疼 维基慌乱地喊道 他讨厌我们 他讨厌我们 公主躺在他们的黄童大床上 抱着枕头伤心地流泪 这时 王子进来坐在他的身边 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 他并非故意说出那些话 他最不愿做的事 就是伤害她 他诉说着自己是如何深爱着公主 许诺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上次你也是这样说的 公主 公主把自己的头埋在枕头里 声音很小 你究竟怎么了 公主 我不知道 好像有什么东西占据了我 我无法解释 他抬起头 是什么东西 但愿我知道 有一种力量控制了我 我听到自己 说出那些可怕的话 我不敢相信 这些话 竟出自我的口中 我的夏侯侯博士 肯定不会说这些话 我敢肯定 他一别抽烟着 一别说道 没错 小赫赫博士 躲起来了 躲起来 这让我想到了一件事 我以前 曾听过一个可怕的怪物的故事 他叫海德先生 说着 他坐直身体 试图让自己的思路清晰一点 让我想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起来了 这位海德先生 有时会控制一位名叫 吉吉尔的博士 逼迫他 做出可怕的事情来 难道 难道 你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公主的眼睛 真的又大又圆 小赫赫博士 变成了躲藏先生 你真的这样认为 怎么可能 王子问道 我不知道 那肯定是一种咒语 或是别的什么 肯定是 肯定是 有人对我下了邪恶的咒语 我注意到 如果屋里 有一股阴森森的寒风盘旋时 你眼中的光芒 就会变得冰冷刺骨 公主 求求你 你一定要帮我 王子 过去的抓住 公主的肩膀 祈求他 亲爱的 我肯定会帮你的 说着 他伸开双臂 紧紧抱住王子 我不是已经发过誓 无论快乐 还是悲伤 无论健康 还是生病 我都会爱你 珍视你 哪怕死亡 也无法把我们分开 不要担心 无论如何 我们会想出办法来 第六章 你否许伤害 最甜美的玫瑰 公主的皇家家庭 自然美食食谱 出版那天 王子拿了几十本 公主亲笔签名的书 骄傲地送给大使馆的 工作人员 和皇家生父委员会的同事们 他还把书送给随同 车夫 甚至送品牌的人 然而 很快他的热情就消失了 在书店 为公主筹备的签名会上 他只能在会场上闲告 厌烦地看着人们围着公主 更让他恼火的是 他和公主在设交场合时 大家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公主身上 几乎没有时间 讲述 停从年生活的老像话 对公主来说 突如其来的荣耀 让他又喜又忧 因为 他很贪心王子 如何帮助王子 才是他的首要证明 首先 他打电话 咨询帝国大学 超自然力量学习的系主任 然后 又到国家公共图书馆 查阅所有关于魔咒 和巫术的书籍 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王子要求 他进行一须有关的调查 而他本人 则要全神贯注的 盲于大使馆的事物 没有经历做别的事 可是公主 才没来搜集的资料 事情又发生了 陀堂先生回来了 这次间隔的时间 比以前更短 最初 王子身上的魔咒 很久才会发作一次 每次 只是持续几分钟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 魔咒发作越来越频繁 会持续数小时 乃至数日 每次坐藏天审离开口 公主感觉自己 就像被一匹高峰的马 跌踏过一般 他要经过很长时间 才能恢复过来 他的像赫赫博士 在坐藏天审离去后 又显出他的甜蜜 与风趣 眼中闪现出那熟悉 也不可抗拒的光彩 这不停地道歉 请求再给他一次机会 并保证 类似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 然而 事情 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发生了 公主 变得异常紧张 她无法得知 到上 是小伙伴 不是 还是左藏先生 也无法预知 晚上回家的 会是哪一位 每次出现的躲藏先生 一次比一次凶恶 相喝不是宽容 友善 爱意浓浓 而躲藏先生 会尖刻 挑剔 伤害别人 她因嘲笑公主的痛恥 而洋洋得意 她知道公主 告诉过王子的所有事情 包括公主的想法 恒趣 梦想 她善用这些事来伤害公主 公主 相信王子是一个好人 要不是因为邪恶魔咒的存在 她不会说出那些话 做出那样的事 所以 她更加努力地 去寻找帮助王子解脱的方法 她订阅了 《阿比学》期刊 并解散相关的文章 她用红笔 发出重点 以免王子跃躲时 占据太多的宝贵时间 她还把这道 放到厨房的桌子上 确保王子 已经能看到 不过 这些资料还不够 公主决定 做出一个整意的计划 她坐下来 手握鹅毛笔 记录下每一种 只能想到的方法 来帮助王子去除魔咒 她相信 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 她要做的 就是找到办法 然后 她开始一次次 去尝试这些方法 首先 她建议王子 向专家咨询 也许可以求助于 皇家祷告协会的负责人 这是最有资格 处理有关邪恶事物的人 或者 是宫廷魔术师 是擅长于 让东西消失 王子 否定了这两项建议 公主想 也许王子 绝对面对 这些陌生人 会不自在 因此 她提出邀请 另一位王国的 一位占星家 据说 她的占卜 十分灵验 王子却说 她不想和 可能帮不上忙的 陌生人 炒弄个人问题 那么你一定要 努力抗争 不要让魔咒控制你 公主 果断地告诉她 公主 我一直都在努力 非常努力 可是魔咒的力量 太强大了 我刚感觉好一些 躲藏天神就出现了 我根本无法阻止她 王子 听起来很几个 你要一直保持你的勇敢 你肯定你不会让那种 古老的咒语控制 没有你帮助 我无能为力 在这方面 你比我强 如果你爱我 真正的爱我 你会找到去除魔咒的方法 躲藏天神 在对出现时 公主尝试使用第二种方法 不要再折磨她 可是毫无用处 她又转向下一种方法 威胁 对方如果不恢复过来 她将会离开她 这个方法也没有用 不管王子是否心灰意冷 公主不打算就此放弃 如果有必要 为了她俩 她会变得更勇敢 更坚强 而且 她不得不这样做 左藏先生 又出现了 这次公主 勇敢地 与她针锋相对 我将与你抗争到死 直到找到我的笑呵呵 不是 她尽可能大声地说道 左藏先生 把头向后一甩 哈哈她笑了 你 与我抗争到死 你这个柔弱一碎的小东西 连自己影子都会害怕的小东西 连一把弓的弦都拉不动 每次一见凉风 就可以让你生病 我吓得直发抖 公主 她无情地嘲笑着公主 她当然不会发抖 而公主却在发抖 她的胃在翻角 胸口边闷得 几乎使她无法呼吸 当维基痛苦的哭喊声 在她的脑袋里爆开时 她的太阳穴也开始抽絮起来 公主疲惫不堪 她也想不出任何办法 所以左藏先生出现时 她只好告诉维基 不要听那些尖刻的话语 那不是王子的本事 王子也无法阻止躲残天圣的所作所为 公主常常独自坐着 盯着角落里那只刻有玫瑰图案的下方盒 她沉思着 她沉思着 探望着 回忆着 等待着 等待迷人的王子的时间 越来越长 与王子相处的时间 也越来越少 每一天的生活 对公主来说都如此艰难 小赫赫博士和躲藏先生交替着来来去去 维多利亚和维基的生活充满了混乱 每个人都认为是别人混淆了事实 公主也无法确信自己的所见所闻 思考和感觉是否真实 担忧 战俗 胃疼 胸愣 头痛 哭泣 与笑赫赫博士真诚讨论 与躲藏先生梦魇般的冲突 不仅安慰危机 使她保持冷静 这一切的一切 使公主越来越虚弱 她无法睡个好觉 特别是躲藏先生在家时 一夜又一夜 她总是在入睡之前 说一些令人难受的话 或者指责公主令她坐立不安 之后 她转身睡着了 公主甚至连反驳的机会也没有 王子为什么要这样说 这是她的本意吗 是真的吗 她应该说点什么 她可以说什么 她想要说什么 这些问题在她脑中徘徊 数小时也难以驱散 躺在床上越久 颤抖 胃疼 胸闷 头痛 就变得越发厉害 更糟糕的是她不敢移动 哪怕只是脑脑 因为朵藏先生会突然醒过来 冲她大吼大叫 指责她有意吵醒她 最终她有了轻微的睡意 她多么盼望早晨身边醒过来的是夏和贺博士 佐藤先生出现时 宫主担心她不知何时才能离开 夏和贺博士出现时 她又担心她究竟能停留多久 孤独一人时 她担心在面前的 要是朵藏先生还是夏和贺博士 她努力想驱散自己的颤抖 胃疼 胸闷 以及头疼 很快她就放弃了 因为她也不知道平静是什么感觉 每当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疯狂的一切时 夏和贺博士出现了 她泪流满面的向她忏悔 她告诉公主 所藏听上那些伤害她的话 都不是真的 她是这样美丽 这样特别的好公主 直到她是自己的幸运 她说自己会好起来 事情已经恶化的想法 不过是她的幻觉 她将会更加努力 一切都会变得同以前一样美好 公主品味着她的每一句话 她对此深信不疑 王子眼中的光芒 则使她心跳加速 双膝发染 她被融化在王子的手臂中 我亲爱的名人王子 我的宝贝 小呵呵博士 感谢上帝 你又回到我身边 朵藏先生冰冷的目光 从她的脑海中溜走了 仿佛曾未出现过 一个难得高兴的时刻 阳光透过窗户 射进了厨房 在花亭上快乐的舞动 公主正经历着水晶花亭 王子则在花园里摘花 就时 她的目光停留在墙上的一张信纸上 那是早晨 王子留在厨房桌上 她发现后 把她贴在了墙上 玫瑰花 焦艳欲滴 紫罗兰 湛蓝清澈 王国里最好的妻子 是你 公主 就是你 突然间 后门 烹得一声打开 王子怒气冲冲地进来 将手中的一把玫瑰 摔在公主面前的滴水板上 红色的花瓣 散落到水槽和地板上 敬请享受吧公主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摘花 我建议你最好自己去摘 公主 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的手被刺扎了 我突然明白了 究竟是谁在我身上下了魔咒 太好了 是谁 别装出一副也不知道的模样 王子哄到 就是你公主 说着手指还戳向了公主 什么 是我 是我一举一来都努力地帮助你的我 是 少来这一套 别再装模作样了 装模作样 我没有 难道不是吗 王子生气地说 只有和你在一起时 我才会被魔咒控制 和别人在一起 什么也不会发生 你怎么解释这一切 完美小姐 吹毛求姿的公主 都是你的错 这些日子以来 是你对我做了这一切 她哄叫的同时 才使劲踩着散落在脚边的玫瑰花瓣 若时 公主觉得有一把刀破进她的心窝 我根本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下咒语 她有气无力地吐着这句话 心里面 就在质疑 这一切是否属实 不要紧 反正我知道都是你的错 王子说完 转身终究出发 公主在她身后 恳求她听她解释 可是王子 一把姜王耍上 公主差点 被门撞到 我必须离开这里 她一边大声软叫 一边冲出皇宫 叫仆人为她准备马车 公主飞风出去 当她来到门口时 看到王子正站在马车旁 用拳头捶打着车门 嘴里正难难咒骂着 公主不明白 她在咒骂什么 而且也不想知道 她突然停下 小心翼翼地接近王子 你还好吧 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你让我变成这样的 她大声喊道 都是你的错 车夫默默地站在旁边 茫然地注视着王子和公主 不时总总肩膀 我的错 我做错了什么 公主问王子 就是这样 装傻对不对 你这么聪明 居然想不到答案 可能吗 你回答我 公主的咽喉干涩 说不出一句话来 没关系 我来告诉你 聪明的公主 刚才上马车时 我撞到了腿 那也是我的错 公主 反怯地问道 害怕又会惹她身体 王子 一拳欲拐地 走向公主 拳头 在空中 胡乱挥挥 要不是生你的气 我就不会这么快速地冲出来 一路上 我都在想你是如何背叛我 丝毫不关心我所做的一切 她狂恐着 脸上的通红 要不是因为你 我绝不会受伤 公主 多么希望自己 能突然消失 她只好低下头 盯着面前的地面 小心地 避开王子的眼神 王子 冰冷的眼神 俸怒的声音 像拳头一样 连续敲打着她 而且 还斥责她 维多利亚 和我说话时 要看着我 她抬起头 大眼睛里 充满了恐惧 王子 冰冷的眼神里 映射出 一个犯了错的公主 她眨眨眼睛 竭力忍住 就要滑落眼眶的内珠 王子的拳头 在她鼻子跟前 苏鲁地挥舞着 脖子上 轻轻爆出 雷鸣般的声音 震耳欲聋 维多利亚 你太敏感 太脆弱了 甚至 连孩子也生不出来 她的音量 还在继续提高 你究竟怎么了 你却不能像别的 皇室成员的妻子吗 之后 她沮丧地 举起双手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受到这样的报应 维基 试图用尖叫 来压住王子的声音 这尖叫 犹如铁锤一般 一声声敲击着 公主的脑袋 她立刻转身 奔回皇宫 冲进几句室 关上了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